我们继续第二章第三节的学习 这个第三节基本上算是我们全书最简单的一节 所以大家听起来可能会不会那么困难 而且也比较就是跟大家日常生活还是有相关性的一点点 所以这个地方不会很难 你们终于不需要太担心了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成本性态分析 当然了刚开始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你想说什么叫成本性态呀 说白了就是固定成本啊 变动成本啊 就这么点东西 很简单 来我们先说这个它的基本定义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成本习性 指的是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一层关系 注意停啊 这地方有一些小的地方 比如说这地方说了一句废话 这地方有小的注意事项 这里叫成本总额与业务量 这个业务量呢也不一定非得是什么销量 产量销量任何一个量 总之你说的合理就可以 只不过我们常见的是产量或销量都行 但一定要注意这里是总额 意味着比如说单位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一层关系 对吗 不对 一定研究是成本总额和业务量之间的一层关系 所以叫成本性态或成本习性都可以 好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固定成本 这名字大家应该都认识对不对 我们先看什么叫固定成本 来 别讨论讲义的事了 待会我们再说 固定成本是指的是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 不受业务量变动影响 一变期间的总额能保持稳定的成本 好 这里面有一些词 这个大家要注意 比如说业务量的范围内 也就是意味着有一个框定的范围 然后呢 一定期间总额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成本 好 这些例子我先给大家比较熟 比如说固定的折旧费用 租金 管理人员的工资 财产保险费 广告费 职工培训费 科研开发费 这些都是典型的固定成本 对吧 就是不随着你业务量变而变固定的 但是在这个概念的理解上 我给大家画了两个圈 所以后面也有两个提示 第一个 一定期间的固定成本的稳定条 是它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你的业务量的范围是有限的 如果你突然今年的业务激增 本来呢 你可能就一个厂房 你现在业务量激增 你要变成两个厂房 很显然 你的固定成本 刷的一下就上去 对吧 最典型的还是讲疫情期间 本来生产口证的厂商 可能我本来就四个条线 四个生产线就可以了 但现在口罩这么这么的供不应求 你立刻要新开两个三个四个产线 可能也有一些新的厂房 好 这就典型了 你的业务量的变动 明显超出了常规范围 所以你看起来是固定成本 现在一下子就上涨了 对不对 随着你多增加一个产线 多增加一个产线 多加一个产线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变动的概念了 所以业务量的变动 要在一定的范围内 它才是固定的 好 第二个 这个稳定是相对的 它只是一个相对的稳定 并不意味着你每个月 这项成本的实际发生额都完全一样 比如说 请问各位同学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 水电费 你们觉得水电费呢 是一个固定成本呢 还是一个变动成本呢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 显然是一个固定成本 但从实际发生额来讲 你想想看 水电费 咱不考虑那种特殊情况 正常情况下 这个月 假设你家庭的吧 这个月20 下个月21 下个月25 下个月18 确实在你看来好像是波动的 但实际上 从管理的颗粒度上来看 我要不要去监控那么一个细节啊 对于你家来说可能需要 对于企业来说呢 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变动成本来看待的话 你会发现太累了 对吧 你大概去按照固定成本的一个比重 去管理就好了 所以这个稳定它是一个相对的 不代表说每个数都是一样 必须是一模一样才是固定成本 并不要求 是一个相对稳定状态 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固定成本就可以了 好吧 好了 来看第二点 宽与它的基本特征 我们再次强调 这里我们研究的成本性态 或者是成本习性 一定是讲总额的 总额因业务量的变动而变动 还是不变 对吧 好 所以固定成本就是总额不变 你看第一个图 这就是固定成本总额 业务量往上升 你的固定成本总额也是一条直线 成本不变 但要注意 由于总额是不变的 那业务量如果上升了 各位 单位固定成本是不是就下降了 所以就呈现这个图了 业务量上升 你的单位固定成本 就会出现一个下降的状态 到这没有人不懂吧 OK 这是大家的基本的这个道理 好 比较重要的是关于固定成本的分类 这个地方基本上每年 也不是每年吧 这个在三套最大当中 至少能出现一道题 就是关于固定成本的分类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分类依据 什么依据呢 是支出额是否可以在A定期间内改变 具体来说是能否被管理当局的 短期经营决策所改变 说白了就是 管理层有没有权能够在短期内改变这个数字 如果它能改的 固定成本是一个数 如果这个固定成本它改不了这个数 它又是另外一个分类 好 首先来看第一类 注意哈 都是固定成本 第一类叫约束性的固定成本 第二类呢 叫做着量性的固定成本 好了 我先不看具体的意思 你们猜猜看 哪一个是能够被管理层改变的呢 一个叫着量性 一个叫约束性 你就看名字是不是就能猜出来 一个是被约束的 一个是我需要真主考量一下的 我可以考虑一下的 很显然这个是能被管理层改变的 这个是不能对吧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基本的判断哈 这个名字其实还是蛮直接的 好 我们来看他们的具体的特征 第一个叫做约束性的 管理当局的短期经营决策 不能改变它的具体数 也就是说 这个固定成本的金额 就是以前定了的 你现在就改不了了 就是以前决定的数 比如说你看这些例子 房屋租金 这不是以前租房子就已经定好了吗 固定设备的折旧 这折旧方案都已经定好了 就直线法 对吧 管理人员工资都定好了 你改变不了的 对吧 好了 注意这些哈 我们都认为它是属于 企业生产能力 一旦形成就必须要发生的 一些最低之处 啥意思啊 你要生产 你就得有厂房 你要生产 肯定要有设备 你要生产 一定要有管理人员 这些人员的厂房的设备的 这些对应的固定的成本 就是你要生产经营 你就得有 你不能没有的 所以它是维护企业生产经营支出的 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成本 OK 好了 势力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这个地方考试考的最多的 就是考给你一些势力 请你判断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成本类型 所以这些势力大家要注意 这些都是属于你短期经营决策 不能改变的 都已经定了的事 你改变的干啥呢 当然有些老师 我这个管理人员工资我能调啊 注意这里强调是短期经营决策 我立刻能不能改 你说改就改啊 你总得到年底的时候 你才能改改吧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认为 它是不能够被改的 好 那对于这些类的成本 我们怎么做 合理利用企业现用的生产能力 因为你改不了 你只能充分利用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 来提高我的效率 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应 对吧 比如说你房屋租金都已经付了 那你就加大生产呀 对吧 你的产线别控制这样 对吧 赶紧跑起来 所以就是要进行我们的 合理的生产安排就可以 好 这个不重要 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势力 咱们中级特别爱考这种各样的势力 所以大家要注意 好 第二个 着量性的固定成本 那跟刚才就是相反的 管理当局的短期经决策 是可以改变这个数额的 而它之所以能够改变是为什么 是因为它改变这个东西 能够影响我们企业的一个竞争能力 你看这些事例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它影响我的竞争能力 广告费 广告打的响不响 代言人请的好不好 是吧 这很明显影响我的竞争力 职工的培训费 那是人的问题 以及新品研究的开发费用 我一定要为明年的新品 预留一大笔预算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让我的新品的研究 更加的 这个不受任何干扰的能够开展下去 所以新品开发的费用 所以这些典型的例子 你发现都跟我的生产的经营的相关 都跟我的竞争能力相关 都叫做着量性的供应成本 好了 那对于这些着量性供应成本 我怎么能够把它降低 因为成本嘛 我总是会把它降低 对吧 注意 由于这个地方是我管理层 是可以改变的 因此 也就是意味着 在你拍这个数字的时候 请你拍好了 请你拍科学一点 因此我们要积极地去编制一些 可行的费用预算 并严格执行 说白了 就是你编制这个预算 你定了这个数 请你好好花它 别浪费了 对吧 数要定准了 后面也别浪费了 就这么简单 听懂 还是一样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实例 好 这里面关于什么叫做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 我们教材当中 给了这样的一个提示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里面我们所谓的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 指的是 比如说 技术图书资料费 什么资料翻译费 伙食费 会议费 办公费 不是伙食费 差旅费 办公费 外事费 人员培训费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 都属于我们的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 相当于是我为了 明年的新品开发 留了一笔钱 这个钱可以干好多好多事 比如说我一拍 明年留出一千万 你看多阔绰 去用于新品开发 那这一千万你怎么花 可能是用在这些 不同的角度上去看的 听明白了 好 所以还是要记住事例 来吧 看一道例题 下一个当中 一般属于 着量性固定成本的 有多选题 A 新产品开发费 B 广告费 C 员工培训费 4D 折旧设备的折旧费 看清楚啊 着量性的 是管理层能够决定的 是能够跟我的竞争力相关的 哪些是跟我的竞争力相关 研发跟我相关 打广告跟我相关 员工跟我相关 设备折旧费呢 那就是过去的 你用了这个折旧 它就已经产生折旧了 所以这个是属于技术性 约束性的 固定成本 简单吧 OK吗 好了 所以ABC搞定 你们还说了口诀 我没有讲口诀 我没有讲口诀 因为我这个人 是特别讨厌口诀的东西 为啥呢 因为如果教材 如果考试的时候 真的按教材的例子出 你还好说 如果真的考了别的 你还是要考理解 同志们 好了 这里边我们稍微提示下一个问题 刚才提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设备折旧费 有的会说老师啊 设备折旧费 你说的太直 就是太 太粗糙了 为什么呢 你们在会计当中 学的折旧方法有好多个 是吧 你这个显然就是直线法 你直线法肯定是固定成本 但如果你比如说什么 按产量法来集体 什么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 这些方法算出来的 折旧费用 它可不是固定金额 你说的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个提示 请大家要注意 因为折旧它不一定属于约束性的 所以甚至有的时候 连固定成本都不算 我们来看第一个情形 如果题目没有明确说 注意啊 它没有明确说 大家可以默认 它采用的是直线法 集体折旧 因为这是最常见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 它是一个约束性的固定成本 但如果题目已经明确说了 说明了折旧方法 那么你就需要去判断 比如说啊 我们历年真题当中就考过这个 他说按照产量大小来 集体折旧 同志们 按产量大小 集体折旧 意味着 它会随着业务量的变动而 变动 那很显然 这个折旧就是一个变动成本 而且是属于技术性的变动成本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请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一般来说 从正常来说 一般不会考得多复杂的 只会考两种情况 甚至比如说老师 那年数总和法 双倍余估地价法 到底什么 没考过 因为有争议 所以他一般来说是不会考的 我们只需要注意 如果没说约束性的 如果说的是按照产量大小 集体的 就是变动成本 就完了 不需要纠结 OK 好 这是关于固定成本 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 叫做变动成本 还是一样 先看概念 你以为好像很简单的概念 对吧 来看 在业务量范围内 其总额会随着业务量的变动 而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 还是一样 在业务量范围内 不能无限的扩张 其总额还是一样 总额 研究成本心态 永远是研究总额和业务量的关系 对吧 变动而成 看清楚 正比例变动 同志们 什么叫正比例变动啊 来告诉我 这叫不叫正比例变动 叫不叫 叫不叫 告诉我 叫还是不叫 这个 不叫 所谓的正比例变动 都是从0开始的 0时点开始的 才叫正比例变动 OK吗 这就是大家以前在中学学的 叫正比例函数 正比例函数叫y等于kx x等于0 y等于0 对吧 所以正比例函数 一定是从0时点开始的 这个就不叫正比例的变动关系 这个在我们后面会讲 它属于叫做 混合成本 它不叫做变动成本 听懂了 容易犯错误吧 你看小坑 一个有一个的 好 我们来看例子 首先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对吧 我多生产一个单位的 这个产品 我就多好用一些 这些材料 对吧 好 按销售量支付的一些销售人员的 推销员的佣金 这很显然吧 你没有就没有 对吧 你不干活 不好意思 注意 这个是佣金的部分 不是说基本工资 不是说总工资 只说佣金的部分 那你卖了你就有 不卖就没有 好 装运费 标准费 以及按照业务量计题的 固定资产的设备的折旧 这个刚才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按业务量计题的 固定设备的折旧 这个刚刚我们也提过 这个运输费 包装费 一般来说不太会考 这个简单看就行 主要就是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这个佣金 还有这个折旧费 这几个大家重点关注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二个基本特征 跟我们刚才讲 固定成本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 是总额随着业务量的变动 而成正比例变动 那 也就是这个意思 第一个图 对吧 业务量往上走 你的变动成本总额 从零十点开始 往上一条直线 对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但是 如果是讲单位变动成本呢 那就是不变的 你就想吧 生产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所耗用的材料 按道理来说 就是一致的嘛 所以 随着你的业务量的变动 你的单位变动成本 肯定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所以你发现没有 这个跟刚才固定成本 那个图就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大家搞清楚 这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注意事项 单位成本的稳定性 也是有条件的 我们刚才讲 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固定成本呢 它的这个固定 你要在一定量的业务范围内 这个单位成本也是一样 单位成本 特别是单位变动成本 它的稳定性也是有条件的 啥意思呢 假设我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比如说 我正常来说 生产一个口罩的成本 是固定的 假设10块钱 但是由于我突然 我的业务量激增 我的产线呢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或者我的人工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 导致我的废品率会上升 我现在呢 本来可能10块钱就可以了 我现在可能要15块钱 才能生产出一个口罩 你会发现 我的单位变动成本 从一条直线 开始往上走了 随着你的废品率上升 你的用料的浪费 你会发现 你的单位变动成本 是不是往上走了 这也是意味着 你的业务量超过一定限度了 预速而不达 对吧 预速则不达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你超过限度之后 你本来的稳定也会变形 懂吗 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点 所以你看 相关范围之外 可能呈现的是一个 非线性的关系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分类 还是一样 固定成本分类也是重要的 变动成本分类也是重要的 还是跟刚刚的分类依据也差不多 说经理人能否决定发生额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来 看名字 一个叫做技术性变动成本 也叫约束性变动成本 一个叫卓量性变动成本 请判断 哪一个能被经理层判断 能被决定 显然是第二个 对吧 看名字就知道了 好 我们分辨看举例 第一个什么叫技术性的变动成本 由技术或设计关系 所决定的变动成本 只要生产就必然会发生 如果不生产就不会发生 经理人不能够决定 最典型的就是直接材料 只要我想生产这个翻页器 我就得需要 这个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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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 只要我生产它 我就得需要这些材料 所以它是我经理层不能改变的 短期内不能改变的 我只要生产一辆汽车 我就得是有一个轮胎 不是一个方向盘 几个轮子 几个轮毂 几个车头 车盘等等的 所以这就叫做技术性的生产成本 变动成本 所以你看直接材料很典型的 好 第二类就是着量型 就是我能够决定的 注意 我但凡能够决定 都是为了干嘛 都是为了提升我的竞争能力 或者改善我的企业形象的 所以你看这些例子 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百分比 去提销售佣金 好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新产品的研制费 好 注意哈 这里的新产品研制费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研发活动 直接消耗的那些材料 燃料 动力 其实本质上跟这个直接材料差不多 对吧 但是由于是新品 我是跟我的竞争能力企业形象相关的 是我管理层能够决定得了的 注意这里的新产品的研制费 注意这个说法 叫研制费 第三个叫做技术转让费 技术转让费 我也可以自己决定 我到底按多少的提成 去给它提 对吧 你转让多少 我给你多少钱 所以它也是一个变动成本 OK吧 考试 其实基本上就是考 一二三 三个例子 好 请大家适当的注意 我们刚才讲到的两个研发 第一个研发 叫新产品研究开发费用 我们归类在固定成本当中 当然具体是 着量性的固定成本 它指的是 我们刚才说的资料费 拆旅费 办公费 这些东西 它的全称更长一些 新产品研究开发费用 如果叫新产品的研制费 跟制造相关了 你就想制造了 就已经涉及到什么制造材料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什么材料 燃料 动力费用 这属于的是变动成本 具体来说是 着量性的变动成本 所以这里边说白了 这是什么技术活吗 不是 咬文嚼字的问题 你考试的时候非要这么考 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去提起大家 所以虽然都是研发 一个是放在固定成本 一个是放在变动成本当中 大家稍微的留心一下就可以了 总之你就记这个 研制费 研制费 就是我生产这个东西 我可能会需要 两个电池的一个东西 三个这个面 这就是具体的材料 这个燃料 动力费用 所需要额外的发出 所以它这个变动成本的概念 上面这个是拍大树 是吧 我总共为了研发 我要做这样的一些支持 对吧 这个就死尽背就好了 说白了 这就是一个 人造体 人造支点 并不是太有意义 好 我们来看立体 属于变动成本的有 A选项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 都21世纪 2017年的 还考这种破题 是吧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 属于什么 属于固定成本 是吧 2B 按产量法计题的固定材责 就非常提示了 产量法 第三个 按销售收入一定百分比 来支付的技术展用费 对吧 第四个 随产品销售的包装物成本 你看他如果考包装物 他一定会把前面 说给你说清楚 因为你光说一个包装物成本 他没有那么的直观 所以他一定会强调清楚 说新产品销售的 随产品销售的包装物产品 那你就知道 那跟销售的量有关系了 对吧 所以答案选的是234 就这么简单 大家不用想太多 这种题目就是非常直观的考察 OK 好了 6596 你是不是在听课 同学 我这一页写的是啥 就是上一秒刚讲完 我翻过来 你就告诉我 为什么是固定的 你不得气死我 好了 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第三个混合成本 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其实考的概率都不是那么的高 个别概念性的考考 关键的是这个第三个混合成本 啥叫混合成本呢 就是兼具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合二为一 也就是意味着它肯定会变 但是你看这个特征叫什么 它虽然随着业务量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不成正比例关系 它不是从零点开始往上的一条斜线 它不成正比的关系 所以它兼具了固定和变动的双个特征 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地方的难点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难点是叫做记名字 叫做记名字 来看第一个叫做半变动成本 所谓的半变动成本 其实我们看图就好了 看图就比较直观 来 什么叫半变动啊 正常来说 变动成本是这样的 对吧 半变动往上一亿亿 就变成了这条线 有一个固定的基数 而这个固定的基数的部分 就相当于是一个固定成本 然后从这个点开始 呈现出了一个随业务量变动 而正比例增加 类似的变动成本 最典型的就是固化费用 就是固化费用 当然了固化可能已经消失了很久 是吧 说白了固化什么呢 每个月固定收一些钱 比如说你管你打不打电话 你不打电话我也收你钱 对吧 固化嘛 因为相当于是我收了一个资产的费用 使用费用 你不打电话我也收你钱 比如说收20块钱 你打电话每一分钟收多少钱 所以你看 当你不打电话的时候 业务量就是零 对吧 但你即使不打电话 我也收你钱 假设收20 也就是这个长 A是20 然后随着你打一分钟 给你收一毛钱 也就是邪率是0.1 对吧 所以这就是半变动成本 能听懂 一定注意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 就是我们固化费用的一个例子 好 接下来 第二个 半固定成本 半固定成本 半固定成本也叫做阶梯变动 其实上面这个字根本就不用看 我们就看这个 就看这个就好 在某个业务量 这个水平 再上升 这个水平 再上升 这个水平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 阶梯的 对吧 看起来好像 都像是固定的 是吧 固定的 固定的固定的 但是它又没有那么固定 它又是变动的 随着业务量变动又变动 所以叫半固定成本 那男的就是名字 看起来是固定的 固定的 但是 整体一看 又变了 所以就半变动成本 好 这里面有几个例子 比如说什么 管理员的工资啊 什么 检察员的工资啊 比如说 计价工资 你 这个 零到一百件的 我给你五十块钱 一百件到一百 二百件的 我给你一百块钱 二百件到三百件的 我给你一百五十块钱 对吧 有的时候 计价工资这样 对吧 当然有的计价工资 是一件一件一件 有的时候 你干的某一个区间 对吧 包括什么 外卖派送费 有的时候 也会呈现这种状态 多少钱到多少钱的时候 配送费多少 说错了 多少公里到多少公里 配送费是多少 另外一个公里的 这个尺度的时候 你的配送费 又是另外一个档 对吧 就是一档一档一档 这就叫做半固定成本 OK 就这玩意还抽象啊 小林 多么的形象 有人说地铁票价算不算 地铁票价可能类似 地铁票价可能是类似的 就是多少站是多少钱 多少站多少钱 多少站多少钱 我觉得地铁票价这个是可以的 水费也是 水费其实也是 但我确实不怎么交水费 所以呢 我没办法用水费这个例子 给你们举 如果你们很懂水费的交法的话 也可以 据收水费可能也是这样的 包括像什么 我记得在北京交的那个燃气费 好像也是什么 就是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好 第三个叫做 叫做 我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第三个我说是延期变动成本 刚才有同学说到一些什么 手机套餐 对吧 有人说老师 我手机套餐是不是刚才讲的第一个呀 不是 你的手机套餐其实不是第一个 你的手机套餐 其实大部分是这样子的 是叫做延期变动成本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俩的区别就是有两个字叫做延期 就是有这一段 啥意思 就意味着 你的业务量在某一个区间的时候 我的值是固定的 你看刚才打电话是什么 固定电话是什么 固定电话是这样的 我管你打不打电话 你只要一打了 我就开始帮上走 对吧 但你的流量费可不是啊 你可能人家送的前100分钟是免费的 前100分钟就是固定的 不会额外收你钱的 所以你在某一个业务量区间内 是一个固定值 只有超过了 你才会往上走 这跟手机流量费很像 是吧 手机流量费就是30G以下 比如说100块钱 对吧 超过30G的部分 1G5块钱 1G5块钱 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里的核心区别 就在于这个延期的问题 就是你要看清楚 它是否是在一定业务量的时候 是固定的 还是如果我只要一打电话 只要有业务量的变动 你就开始收钱 而且是呈正比例变动 所以它里的区别 一定要看清楚 所以这个名字就很直接 对吧 延期变动 延期变动 OK 好 这里我们举的例子就是 手机流量费 OK 好了 最后一个 曲线变动成本 这个也比较简单 总之就是曲线的嘛 要么是这样的 要么是这样子的 也不可能有别的 对吧 但只不过这里有个小点 它初始也有一个初始量 我们教材认为 这里有个初始量 这就是A 这个是A 对吧 好 然后呢 要么是这种古的 要么是这种凹的 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叫做这个曲线的 这个递增曲线成本 就这样子的 这个里面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我刚才手画错了 曲线递增一个这个 这不是递增的吗 这不是递增的吗 最典型的 大家记忆违约金 啥意思呢 你违约越多 我是不是罚的越多 随着你违约 你越违约 我越罚你 你越违约 我越罚你 所以这是个递增的曲线 对吧 好 来看另外一个 叫递增的曲线 就是慢慢慢慢变少了 最典型的是这个 费用封顶的通信服务费 啥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之前呢 这个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啊 就经常港深 这个穿插 那那个时候呢 比如说 应该是我在深圳的时候 然后去香港呢 你会买那个流量包 那流量包呢 就是30块钱 30 30块钱 对 它就是30块钱 30块钱你就随便用 然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流量啊 它说你超过30块钱 它也不会额外收你费用 最多就是30块钱了 但你用一点呢 它就会花点钱 用一点花点钱 你就会发现啊 很快就到30了 没等你开多少 它就蹭一下到30 也就是意味着 这是30 是吧 就其实 它所谓的 最多30块 你可以少点花 不可能的 它前面增的特别特别快 但后面你会发现 它会趋近一个平线 对吧 其实很快就到30块钱了 它目的就是为了收你30 不是为了让你少花的 你能收个10块的 20块的 不可能的 你肯定 你只要打开手机 稍微刷刷图片 刷视频的 就很快就到30了 所以就是这种状态 听懂了 好了 行吧 这里面要注意啊 这里的地增和地减 指的是你的变动幅度 不是成本总额 因为你的成本总额 都是往上升的 只不过呢 这个是很明显往上升的 这个呢 是升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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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开始平缓的而已 所以它都是往上增的 这样一个状态 听懂了 好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就是请各位同学 克制住大家的想法 克制住你的欲望 给自己出题 老师啊 出租车是不是那个呀 老师啊 那个费用是不是那个 请你不要给自己出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出的题 它不一定合理 它不一定满足我们这四种东西 所以如果考试的时候 真的考了的话 它一定会出特别干净的题目 你不用担心 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出题 老师这个费用是那个吗 这个费用是那个 不知道 它一定如果出 一定给你出一个完整的案例题 给你描述清楚了 你到时候那个图一画 你就知道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就完事了 听懂了 你看你们刚才 是不是我不说的时候 一直在给自己出题呢 哎呀 我觉得出租车是那个呀 哎呀 我觉得那个费用是那个 充电宝的那个 刚刚看到是吧 充电宝那个费用是那个 别给自己下出题 好吧 你没那个能力现在 好吧 人家考试的时候怎么出 一定会给你明确说清楚的 好了 你看哈 这个 这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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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精神可嘉 听可很认真 因为刚才老师说了 计价工资 老师说了 是属于半固定哦 这是小于老师讲的呀 我刚才还说了一句 我说计价工资 有的是这样收费的 有的是那样收费的 你看 这就是典型题目 出的不严谨 考试的时候能出吗 它不能 如果它真的考 它一定会告诉你 这个计件公司是怎么记的 那到底是 一个区件一个档 一个区件一个档 还是一件一个 一件一个 懂吗 所以大家不要给自己出题 好了 嗨在这出题 嗨在这出停车场 你们克制不住 自己出题的欲望 行吧 来吧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四个 混合成本的分解 这啥意思呢 说白了 成本性态 从大量上来看 说白了 就是一个是固定 一个是变动 这就是人生 是吧 一边是固定的 一边是变动 你非来给我整那种 二合一 我不想要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所谓的混合成本的分解 其实就是一个解构的过程 就好像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性别 就只有男性和女性 你非给我说男女同性 没有这个东西 我一定能把它拆开 这也是一样 我们刚才说了 混合成本是混合成本 混的什么 混的固定和变动 我现在把它拆开 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混合成本的分解 我倒要看看 其中哪一部分属于固定 哪一部分属于变动的 就这么个意思 有不同的方法 先看第一种方法 这个地方呢 涉及到一点点 我们的计算 但是不难 第一个叫高低点法 叫做高低点法 说 以过去的某一块机签的 总成本和业务量的资料 为依据 从中选处业务量的最高点 和业务量的最低点 来进行成本分解 说白了是这个意思 啥意思呢 正常来说 你的成本随着业务量的变动 假设这个是业务量 这个是你的成本 你会发现 它往往呈现的 其实是一个点状 这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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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没有 这就是不一样 对吧 这我不能拿固定来说 我也不能拿 这个变动来说 好像都不太行 是吧 首先它肯定不是固定成本 它好像也不是变动成本 它是个混合的吧 那我能不能把它拆出 一个成本模型出来呢 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这个我还画的 不是很典型 我还可以这样画 我这样画 你更混乱了 是吧 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的 对吧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做出来 因此呢 我们有一个方法 叫做 找业务量最高点 和业务量最低点 来告诉我 这张图业务量最高点在哪 业务量的最高点 是这吧 这就是业务量最高点 业务量最低点在哪 当然这的 这是业务量最低点吧 好 找到这两个点 所对应的成本 它对应的成本在这 它对应的成本在这 相当于 我就默认了 中间这些 我都看不见了 我就找一个最低的 我找个最高的 把你连成一条线 我就认为 我就认为 好了 这一条线 就能够代表你这里的这些点 它所呈现的曲线 就一定 这些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曲线的 或者在这个直线的两侧附近 这是一个粗略的算法 懂了 好 我们来看具体的操作 来 基本原理 高低点确定的是混合成本相关范围 我们认为说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是常数 其实我这里铺垫一句 我们所谓的固定成本 混合成本分解 我不说了吗 一个是变动 一个是固定 对不对 来 什么叫变动 如果我用函数来表示 各位同学 如果我用函数来表示 就是这样的吧 那就是y等于a 对吧 这不就是y等于a的意思吗 什么叫变动啊 这样的呗 叫什么 叫y等于bx 什么叫混合呀 就是既有固定的部分 又有变动的部分 因此我认为它就是y等于a加bx 同志们 这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次函数 初中 初一应该学过 一次函数 只不过你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呢 你们那个时候的表达是应该叫做 y等于ax加b 但是在我们财务管理当中 请你拧过来哈 一定要拧过来哈 叫做y等于a加bx 一定是y等于a加bx 听懂了 也就是这么记 a是孤零零的一个大哥 他让他自己一个人呆着 是吧 a单独放着 然后剩下的给bx 好了 来 我们来看看哈 也就是认为高点 注意哈 这个高指的是什么高 是业务量的高 是成本的高吗 不是 再看另一 是业务量的最高点 和业务量的最低点 千万被给我反了 刚才有同学来质疑我 说老师 你这个最高点 是不是找错了 你猜错了呢 对吧 业务量的最高 我横坐标是业务量 业务量最高的点 就是这个点 业务量最低点 就是这个点 没有找错 所以一定找的是 业务量的最高点 和最低点 然后对应找它的成本 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最高点 对应的一个函数表达是 最低点对应的函数表达是 我们都是符合一条 一次性函数关系 注意 所谓一次性函数不是这样吗 它不是从零点过的 这条线叫y等于a加bx 然后连立方程足解方程 得到a和b就完了 这个公式 我不要求你去变 不要求你去记 没必要 我们来看到题 你就能明白我是啥意思了 来 这个方法什么 只用 稍微提一句吧 这个方法很简单 只采用了历史成本资料当中的 高低点两个数据 代表性比较差 太简单了 用的是历史数 代表性比较差 直接看个例子 看个例子 你就秒懂 丝瓜公司业务量 以直接人工小时为单位 2021年12月份的业务量 我知道了 是在5到7.5万小时之间变化 就是我的业务量 是人工小时 发现没 这是不是产量 不是 这是不是销量 不是 我说了 业务量你爱怎么定义 怎么定义都可以 所以这里面指的是 人工小时数 是5万到7.5万 你甚至都不用看这个表 我请问各位同学 最低点的业务量是多少 5万 最高点业务量是多少 7.5万 已经告诉了 不是在这写了吗 对吧 好了 维修成本和业务量之间的关系 就是你干这么多小时 和你对应维修成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满足这个表格 好 你会发现 从1月到12月 好 第一行是业务量 多少万个小时 第二行是对应的维修成本 好 请问谁是因变量 谁是自变量 Y等于A加BX 这个叫因变量 我不能再给你大补初中数学了 这个 什么东西 这个叫自变量 是吧 然后这个是因变量 对吧 谁是自变量 这个 所以这是X 谁是因变量 这是Y 好了 找的是业务量的最高最低 对不对 看表吧 最高在哪 首先最高你知道是7.5吧 那在这呗 6月份 最低点呢 5 好了 一个最高点 一个最低点 剩下数就瞎了 此时此刻啥一看不见 就看这两个数 好了 最低点5 对应的成本是101 最高点7.5 对应的成本是120 我认为这两个点 它都是通过Y等于A加BX 所模拟出来的 因此我们就能做出 劣势了 各位同学 来看 怎么做 注意哈 我再写 我写在这 Y等于A加BX 来 我先写最低点 好不好 各位同学 我先写最低点的 你告诉我怎么来劣势 这一行是Y 这一行是X 所以是101 等于A是位置数 加B是位置数 唯一你知道是X X等于5 好了 第一个数字列完了 第二个数字呢 Y等于A加BX Y是多少 120 知道 等于A加BX A是位置数 B也是位置数 这都是你要求的 乘以多少 乘以7.5 好 乘以7.5 算完了 这叫做什么同学 这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组 会不会解啊 会不会解 有些老师说不会解 请你冷静一点 你都初中毕业10年了 你还不会解这玩意儿 怎么可能 这是一式 这是二式 各位同学 你看啊 这前面都没有东西 A前面没有东西 只有B不一样 所以我用拿这个式字 把11减 这是不是就剩下120 减101 等于多少 19 A减A等于多少 0 好 7.5个B 减去5个B 剩几个B 2.5个B 所以就意味着是 2.5个B 等于19 B 虽然我也口算不出来 自己算去 B算出来了 你随便带到一个1 或随便带到一个2 是不是A就算出来了 不准有人跟我说 老师我二元一次方程组 不会解 这根本都不需要什么 找最小公备数 都不需要 你这两个式子 一减A就已经没了 听懂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在乎我 后边这些乱一八糟的东西 教材上是这么讲的 有的老师也是这么讲的 我觉得没必要去这个公式 你就直接给我列 二元一次方程组就可以了 OK 听明白了 有同学问老师 XY怎么确定 找高低点啊 我现在讲高低点法的 X不在这 Y不在这 X 我就找了两组X和Y 都符合Y等A加BX 你和 求公式就完了 OK了 但是我这里再次强调 大家一定要冷静 一定要冷静 谁是自变量 谁是应免量 谁啊 找的是业务量的最高和最低 千万倍就给我找成本的最高和最低 懂了吧 这个成本是因为什么而改变的 是因为你做的多做的少 或者卖的多卖的少 对吧 这种业务量 所以导致你成本的高低 所以这个是自变量 这个是因他而变的量 应免量 OK OK 好了 问我A市的啥子同学啊 回去补补初中数学啊 好 现在看这个 那这个方程我们也就列出来了 是吧 应该这一页 这个方程列出来 就Y等于63加上7.6X 也就是意味着 我认为你的维修成本和你的直接人工小时的关系是 永远满足这个东西 对吧 好 现在我假设我知道 我说2022年1月份 我计划我的业务量是6.5万个小时 也就是我认为我X等于6.5的时候 请问我的维修成本是多少啊 你现在就可以大胆预测了 对不对 那就是63加上7.6乘以6.5等于112.4 所以本质上你通过拟合了一条直线出来 你就能还做预测呢 厉害不 OK 好了 这里面我们再次强调大家 运用高低点法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 就是分不清楚选的是谁 一定注意选的是业务量 我都快说乱了 OK吧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一定要注意是Y等于A加BX 千万别 老师是Y等于AX加B 这样的话你算出来那个AB不太对 你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就带错了 所以A是老大哥让他自己住 他住大床房 好不好 让他自己住 A是老大哥 所以X是跟在B后边的 他俩是双人床 好了 接下来 刚才讲的是第一种方法 叫高低点法 第二个方法 叫回归直线法 我告诉你这两个方法本质上没有区别 来 同志们呢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 我们拟合出这样的一条直线 对吧 我们刚才的方法呢 就是找到业务量的 我这个这样 我刚才的方法是找到业务量 这是X吗 找到业务量的最高点 找到业务量的最低点 然后呢我就 这些我都看不见了 我直接把它来一连线 我就做出来 对不对 我现在呢 我不做这么鲁莽的选择 我不能只看高点和低点 我呀 我看食指 我看这个这些点之间到底最像哪根直线 我会发现 哦 它最像这么一根直线 这个拟合的过程叫做回归分析 当然这个设计到一个计算 用到一个原理叫做最小二乘法原理 叫做最小二乘法原理 这个公式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 不会给大家讲的 我们到了第九章 我们会再次跟大家去说这个公式 此时此刻我不要求你掌握 总之你就知道 它是根据一系列的点 对吧 业务量和成本的这样的点 找出一个最能够你和这个点之间变动关系的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就代表了你的混合成本的分解的结果 听懂了吗 好了 这个其实说白了 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上初中的时候 正常也会讲这个的 最小二乘法原理 你们上初中的时候应该是会讲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不把这个公式展示出来 它是有一个 本质上我还是去拟合了y等于a加bx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式 去测算a是多少 b是多少 现在我不要求你掌握 好我们来看一下评价 这也是一种用历史成本估计的方法 我都是基于过去 对吧 我把这些点都找到了 然后去进行估计 那么这个方法相对于我们刚才的高低点 更加准确 为什么呢 因为高低点法就只看最高 只看最低 就看俩点 这个实际上是每一个点都看到了 然后找出了一个最合适的直线 所以相对于高低点法更为精确一些 这是回归分析法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方法 从第三个方法开始就不重要了 只需要去看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如果出题的时候你只要能知道 哦这是哪个方法 简单评价知道就可以了 第三个叫做账户分析法 说白了叫做看账本 啥意思 把你赵本立拿 比如说找了一些费用的明细账 找了一些成本的明细账 你就拿着看 就拿眼言看 你看这个成本像是变动的呢 还是像是固定的呢 看出是啥就是啥 就叫做账户分析法 完了 你看根据有关账户的明细账的内容 结合与其业务量之间的关系 判断它比较接近哪一类成本 就认为它是哪一类成本 简单 易行 但粗糙且主观 我看 这就是固定的 我看 这就是成本的主观 不是 这就是变动的主观 所以这就是看账本的方法 过 第二个 工业工程法 这个稍微来说 仔细一点 我们把它叫做看投入 你不是生产吗 我就会有一个方式 能够测定出来 你当时投了多少料 我记得很清楚 你投了多少人工 我记得很清楚 你当时开了多少时间的水电 所以你看 测定各项材料 人工投入的成本和产出的数据 然后你把这些产量有关的投入 归结到单位变动成本 和产量无关的 归结到固定成本 所以你就是看投入 你看得很精确 所以你会发现 它适用于投入产出数量之间 有规律性的 哪怕你没有历史成本数据 情况下也可以用 对吧 你能够知道你未来怎么投 你很清楚你未来投料的方式 你的投入是多少 产出多少 你很清楚 因为这是你定的 所以叫做工业工程法 你先理解到这就可以 实际上工业工程法 比这个复杂多得多得多 从考试角度 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好吧 所以就看投入 第三个叫看合同 合同怎么定的 就怎么定的 合同里面写着说 我们按照销售量来进行提成 合同按照说 不管怎么样 这个月就给你5000块钱 前面变动的 后边固定的 合同咋写的 就是啥 所以你看 我要估算哪些是属于变动 哪些属于固定的 关键就是看合同里面怎么规定的 然后这里面写了一句 要结合账户分析法去使用 说了一句废话 你看完合同之后 你看看你账簿上 是不是这么呈现的呀 你发现合同跟账簿不同意 不统一 完了出错了 对吧 所以你要结合着去使用 合同是这么规定的 那我最终在账本里面 是不是这么呈现的 说白了 这两个方法结合在一起 知道就行了 好了 所以你看 重点的方法是什么 重点的是高低点法 你要会算 第二个方法 回归直线法 我现在不要求你会算 你知道这个方法 是一个最佳拟合的直线 就可以了 第三个方法 看账本 第四个方法 看投入 最后一个方法 看合同 就能够判断出来 到底是变动的 还是固定的 就这么简单 OK 好了 最后一个收尾的 所谓的总成本模型 说了一句废话 总成本模型是什么 就是固定的 加变动的 只不过这里面要注意 都是总额 总成本吧 是固定成本总额 加变动成本总额 而固定成本总额 就是固定成本总额 变动成本总额呢 那就是变动成本 乘以业务量 本质上不就是 Y等于A加BX吗 是吧 所以这个标题写在这 就是浪费时间 就这么个意思 OK了 好了 那我们整个到这儿呢 到第二章 就结束了 讲义 我想问问大家 讲义你们第三章 是没有发吗 因为我今天预计的时候呢 我本来是觉得说 这个前面可以讲慢一点 可能预计的时候 没有预计特别准 第三章发没发 没有发 OK 没发没关系 照样可以讲 因为第一节的内容呢 不需要大家记什么笔记 所以到时候补上就行 好吧 好了停 好不要再刷了 不要再刷了 停了 我告诉大家 如果有人写发了 那就是发了 没发同学 你就是没看到而已 没关系 不影响 这个我们待会下课之后再说 这个我先给大家 把第二章做个总结 说发了没答应 就是你们说发了就发了 没发就没发 无所谓 不影响你们学习 好吧 我们先一起跟大家 把这个第二章 做一个串联 好吧 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休息十分钟 再回来讲第三章 好吧 来吧 好了好了 别聊了 回来 来 停 第一个 我们第二章讲的是 货币时间价值 咱们呢 第二章不怕慢 好发不怕晚 男章不怕慢 一样道理 这男的咱们慢慢讲 好吧 过了这一章 咱们后面就是万马奔腾 那倒也不至于 但是总之 就这一章我重复的 稍微多一些 来 货币时间价值 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 别讲话了 来 第一个 我们先讲的是 一次性收付款项 前两天还有人问 我老师 我分不清楚 负利和年金 哎呀 基本概念上失误 是吧 什么叫一次性 就一笔钱 到今天到过去 到今天到过去 这么就这么点事 就一笔钱 一次性收付款项 好 我们学的懂什么东西啊 一个叫负利中值 一个叫负利限值 好来 负利中值怎么表示 求的是F 已知的是PIN 对吧 好 第二个叫负利限值 你现在能不能非常顺利的 跟我一起回忆起来 同志们 来叫什么 括号 P 求的是P 已知的是中值 IN OK吗 好 这是第一个 一次性收付款项 第二个 叫做 一系列 叫一系列等额收付款项 那就是年金呗 说白了 年金也学了什么 就是年金的 中值 和年金的 限值 来吧 同志们一起回忆一下 年金中值是什么来着 求的是中值 求的是F 已知到的是年金 利率和时间 F-AIN 好 年金限值是什么 求的是P 已知的是年金 利率和N 对吧 好了 只不过 对于这一系列等额收付款项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 它有四种类型 哪四种啊 普通年金 预付年金 地业年金 永续年金 对吧 好 其中有一个 我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关于预付年金 预付年金 跟普通年金的关系 是什么来着 预付年金 无论是中值 还是限值 它的关系 都是在普通年金 基础之上 乘以 一加I 有除的关系吗 没有 这是唯一 我想想掉的 至于说 第一年金 用年金做插法 还是 两次做插法 还是 这个 年金 不是 两次折现法 还是年金做插法 无所谓 但是画眼睛 那个方式 你得回 好吧 第二个 关于它的应用 总共有两个 一个叫 年长债基金 一个叫 资本回收额 对吧 跟谁是倒数关系啊 年长债基金 跟谁是倒数关系啊 跟普通年金 中值 流中的大厂 对吧 好 那剩下一个 资本回收额 和年金限值 是成 倒数关系 所以这两个应用 大家要稍微的 熟悉一下 这是我们讲的 一系列的收复环境 好 第三个 第三个 我换一页 你们可以往下写 我换一页 第三个是利率的计算 刚才那个 我接的有点快 不好意思 但我回不来了 回不去的过去 好不好 你们稍微 到回放的时候补一下 我待会等过你们 我这一颗冲动 就有点快了 同志们 但反正没什么新东西 你们能写得出来的 我下面慢点 我就冲动了 好 利率的计算 首先 利率计算 我们研究了两大问题 一个是关于负利计息 负利计息下的利率计算 就是我一年 不是计一次息了 我一年可以计好几次息 比如说我半年计息一次 对吧 所以就是负利计息下的 这样一个计算 那我们的核心方法是什么呢 核心方法是内插法 OK吗 注意啊 内插法 插值法 都可以 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图 还记得吗 1的时候 1% 5% 这是2 不是 这是5 就这个关系 对吧 那我问你 如果我系数要2 那么我的这个对应是多少呢 对吧 你就记住这个就好了 他减他 比他减他 你把这个理解了 就很简单 好 第二个我们研究的关于的是 名义利率 与实际利率的关系 而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关系呢 其实是分成两大类的 一大类 其实就是基于 跟我们上面这个负利计息差不多 就是一年多次计息 一年多次计息 实际上我们说了 这个实际上用在公司金融的角度 对吧 一年多次计息的时候 说白了 你啥也不会都没关系 你就计公式就行了 I等于 1加上R除以M的M四方减1 其中 这个R除以M 它有一个名字 叫做G7利率 1加上R除M的M四方减1 大家千万别忘了减1的事 同志们 好 第二个就是 如果讨律了通货膨胀 是什么情况下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要应用在 宏观金融当中的时候 这个名义利率 这个实际利率等于什么呢 等于1加名义利率 除以1加上通货膨胀率 括号外面减掉一个1 请各位同学 结合我买苹果的那个例子来看 对吧 这就是刚才说的 1加上10%存款率率 除以1加上25% 苹果涨的价钱 外面减去一个1 等于的就是 我实际买苹果的能力 增长了多少呀 对吧 所以1加名义 除以1加通胀 外面减掉一个1 好 给大家一点时间截图 3 2 1 减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节 第二节 实际上我们刚刚也已经给大家 这个 这个 总结过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 我再啰嗦一遍吧 稍微啰嗦一点点 关于收益和风险 好 收益和风险 收益和风险 还是一样 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讲收益 我们讲风险 我们讲单项资产 和资产组合 怎么回事 对不对 来 单项资产收益 有几个来着 有三个 我不写了 1 2 3 是吧 好 接下来 最重要的是 那个预期收益 注意它是加权平均的概念 对吧 它是预期收益率 或者是期望收益率 它是加权平均出来的 OK 这是单项资产的收益 好 我这么看 我刚才总结的时候 是这么看的 我现在这么看 组合风险的收益呢 就一个 就一个期望收益率 它也叫预期收益率 反正一个意思 它也是加权的 对吧 只不过呢 这个的加权用的是概率 你这个资产 不同收益的概率是多少 这个加权用的是什么 是价值比重 你买这个股票花了多少钱 所以虽然都是加权 但是加权的这个比重是不一样的 对吧 好 来看风险 风险总共是四个指标 对于单项资产而言 包括 方差 标准差 标准差率 β系数 前三个是用来衡量总风险 刚才有个同学特别可爱 老师总风险是非系统风险吗 咋学的呀 总风险等于系统风险加非系统风险呀 对吧 而β系数只用来衡量系统性风险 OK吧 好了 来 资产组合呢 资产组合的风险是什么衡量的呀 还是一样 sigma方可以 sigma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研究标准差率的事 不研究它 但依然可以有β系数 所以这个仍然是总风险 这个仍然是系统风险 所以本质上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不对 好 注意了 这里边谁能加权 这些sigma的这些鬼东西 它不能够加权 但是β是可以加权的 所以这个 这个我给他写一下 它可以加权 对吧 它可以加权 明白了 好了 来最后到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就是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收益和风险联系在了一起 R等于RF加上β乘以括号RM减去RF 对吧 你看风险不在这儿吗 因为我说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它只考虑了系统风险 所以我们只有β这一个东西 剩下的全都是RM 你看RF 你看RF都是R R我再说一次 R代表的是Return 虽然大家以前学Return的时候 代表的是返回 对吧 在经济学当中 在快学当中Return都代表的是回报 所以为什么说 说你说学财管吧 你说稍微有点英语的底子 个别英文单词你知道 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说我这个公式 难道我跟你讲中文吗 你肯定疯 必要报处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 加上β系数乘以市场组合的平均收益率 减去无风险收益率 疯了 是吧 所以你必须得知道一些 当然如果你底子好 你一下就明白RFRM是什么东西 那很快你底子不好怎么办 拼 谁让你底子不好的 对吧 所以稍微知道这些东西 对你掌握这个公式是非常有好处的 同志们 OK 能明白了 所以我们说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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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啥 系统风险 这个是能加权的 这个大家最容易做错了 喊喊喊 你就是故意让我给你点名 你说你疯了 我看你没疯 你都打字出来 你肯定没疯 是不是 给你点时间截图吧 3 2 1 好 最后一个 关于成本性态 我跟你们说一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今天下午 还是昨天 有一个同学小红书给我发了一个私信 他说什么呢 他说老师 我是一个大龄考生 我英语底子非常非常差 一开始呢 他虽然讲了第五章 他说一开始我听你讲第五章 你说你用英文单词 用英文字母给我讲的时候 特别抗拒 但是我学完了第五章之后 我再回过头来看 发现那英文字母 记公式真的太简单了 我不需要去记那些复杂的中文字了 太复杂了 就是我不断地用这个例子给你们洗脑 你们懂我的良苦用心吗 我真的不是为了炫记 你就是记字母真的简单 以后不要说我上课说英文 我说都是字母 咱汉语拼音里面也有字母 好不好 来说成本性态 成本性态 首先第一个你要搞清楚 成本性态研究的是什么问题 研究的是成本总额 与业务量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这 总额 我的额就用派来表示了 好吧 习惯我 总额和业务量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 基本定义上大家要过得关 因为这个地方曾经错过判断题的 好 那从大的方向上来看 总共讲几个 第一个是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 其实最重要的 对于固定成本这个地方 你就是知道分类 一个叫约束性的 一个叫逐量性的 对吧 好了 来 逐量性这里边 有哪几个例子来讲 广告费 职工培训费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 这是我们教材举的非常典型的三个例子 对不对 它跟我的竞争能力有关系 这是固定的 第二个是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其实也是一样 也是记这个分类 一个叫技术性的 其实你考试的时候 真的如果写上约束性 它不会已经算错 因为它有俩名字 另外一个就是拙量性的 好 但这个我让你记什么呢 我让你记技术性的 技术性是哪一个 就一个 直接材料 就是我说的那个例子 你要是想产一辆车 你就得有一个方向盘 你就得有四个轮子 你就得有车股什么东西的 所以这就是直接材料 这是变动成本 好 第三个叫混合成本 混合成本其实我们讲了几种呢 我们讲了四种 包括哪四种呢 第一个叫半变动 好 我的变动用V来表示 算了吧 我写中文吧 省得你没有骂我 半变动 第二个呢 叫半固定 第三个呢 叫延期变动 第四个叫曲线变动 OK 好 半变动图怎么样 这样的 对吧 有同学说 刚才有同学比喻挺好 叫半截变动 是吧 在一半截的时候变动了 半固定呢 就是阶梯嘛 延期变动呢 就是延期在变动 对吧 曲线变动呢 无所谓 可以是这样的 也可以是这样的 这个都无所谓 这个我就画在一起了 这个 可能是往上的 可能是往下的 我就画一个吧 看着有点怪怪的 OK吧 好 原本老师 那V是啥 我给你写一下 V代表的是 Variable cost 反正未来我也会用到 Variable 变动成本 F呢 是叫做Fixed cost 等讲到本量力的时候 肯定要用这个词的 因为没有老师 就是天天给你写汉字 费劲 一个叫VC 一个叫FC 这是变动成本 这个是变动 这个叫固定 好吧 你先给我记下来 好不好 好 然后呢 我们说 混合成本当中 我们又讲了若干个 混合成本的分解方法 对吧 讲了几个呀 讲了几个呀 包括第一个 高低点法 高低点法 我一再强调 你一定注意是 Y等于A加BX 对吧 谁是B 谁是X啊 自变量 自变量是什么 是成本 还是 业务量 是业务量 所以X是业务量 找高低 最高最低 找的是X的 最高和最低 千万不是Y的 好 除了高低点法之外 还有回归直线法 还有三看 哪三看 哪三看 看合同 看账簿 看投入 看合同 那个叫合同确认法 看账簿 那个账户会计法 看投入 那个叫工业工程法 完了 有三看 OK了 好了 这就是关于成本性态 这些内容 能跟他上播 其实你还是发现 这一节是最简单的 是吧 OK 好了 行吧 那我们到这儿 我们先给大家总结到这里 有些说80%能记起来 OK 好的 行 那我们休息10分钟 10分钟回来之后呢 我们会开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开个头 不会开太多 最多能把第一节讲个 讲个七八五十六 这种 不会讲太多 而且呢 就是即使你没有讲义 也不影响 你就跟着我的课来好 就好了 个别地方记记笔记 第一节内容 基本上不太需要记笔记 好吧 好了 我们先休息10分钟吧 其实还记得了 相见 请讯得 我们好 不停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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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